端午节前系吉安乡公所举办快乐包粽去林仪活动 让公所同仁们透过包粽子的活动相互学习彼此交流 除了抒压外也增进了同仁们之间的情谊 而乡长游淑珍和吉安乡农会总干事张德琪 也做大厨装扮亲手包粽子 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吉安乡长游淑珍绑着头巾身穿围兜 做了厨娘装扮 在家政老师指导下学习包粽子 刚开始手有点不剩 但包了两三颗之后粽子就成型了 这是端午节前夕吉安乡公所特别举办的快乐包粽去为联谊活动 辛苦的公务人员每一个各司其职 在端午节前夕大家带来的包肉粽 包出了浓浓的幸福跟美味 尤其各课所来做比赛 让他们集结共事 然后大家互相培养默契以外 也带来了加油的力量 我想这段时间大家的压力非常非常的重 尤其从疫情过后又带来了强症的 这样的一个公务能量 这个倍数增长的公务的一个工作量 希望透过包肉粽 包的漂亮送给别人吃 包的还算不错自己吃 到位的分享到 过节的美味也带来吉安乡公所浓浓的感情跟家人味 公所各科室分属挑战包粽子 男生女生都来试试看 过程非常有趣 今天你觉得如何 小小的好可爱 好玩吗 好玩还不错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包的那个香菇肉 还有我们的那个菜脯 还有虾米 味道很像多流口水 我也是 你很会吃不会包 我会吃不会包 我也是 我只会拆开我不会包 没有没有 我是负责吃的 谢谢 今天包第一次包粽子吗 算第二次 第二次包了 有没有更上手 没有 因为平常没有在包 我吃很厉害 你第一次包粽子吗 第一次 我真的第一次包 你的粽子形状好像有点怪怪 真的吗 像那么穿 好我把它整形 整形成 比较像吗 整形成 好看的样子 简安乡公所同仁用心包出一颗颗的粽子 要带回家给家人品尝 乡长还加码制正手工水饺 让大家在端午节的假期 可以全家团圆 吃粽子 吃元宝 享受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 明年见 生中美 平安祝福台大 平安天空 耶 借理会吉安乡报导